今天的博士来聊呢,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戴立明老师,戴立明博士 我是因为那个李子书介绍才有这个荣幸认识到戴老师 戴老师来自宜保,常年在国外生活 他的那个学术训练是在日本完成的 目前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 所以呢还是不能免书,要把戴老师给请出来 戴老师你好 大家好,你好 戴老师,还是要请你先自我介绍哦 好的,我的名字叫戴立明 我是出生在宜保,一个很小的乡村里面叫困能喇叭 我现在是在中国,待在北京 现在在一家叫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个公司 是在国际金融机构里工作吧 嗯,呃 喂,喂,老师,可以请继续 啊,好的,好的,这很多人都对这个亚洲开发银行比较不熟悉吧 当然,一个名字叫Asian Development Bank 啊,就是我们基本上都叫他ADB吧 嗯,嗯 根本有些人问我这个公司到底是ABC呢还是ADB还是什么IT company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也很懒得跟他们解释 我说啊,是一个IT company,其实不是 是的 嗯,其实这个亚洲开发银行呢就是为了亚洲这发展中的国家的基础施设 啊,作为政策性的规划 嗯,然后呢,向这个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提供有关国家发展政策的建议 帮助啊,各地的政府改革体制 还有呢,为政府培训人才去提高这种效率 啊,除了提供支出援助及那个金钱贷款以外吧 也帮助就是贫穷的啊,国民改善生活 嗯,基本上如果拿两个字来行,就是我们是搞扶贫的吧 是,我们对这个亚洲开发银行的认识可能长长辈是比较清楚的吧 因为我国曾经有不少的项目是向亚洲开发银行去申请贷款的 尤其是我们的基础建设 对,啊,其实如果啊,啊,说起来就是很多啊,九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啊,九十年代啊 这个东马特尔当时还是跟亚洲开发银行贷款了挺多的项目 嗯,但是呢,九十年代过后呢,他呢,就啊,跟亚航呢,就啊,不跟亚航贷款了 他比较注重于跟日本啊,日本政府贷款啊,是 其实那个日本政府贷款那个机构也就是我从前也在那边干活的啊,其实我在 经营区亚洲开发银行之前我是在国际系列银行,日本国际系列银行啊,所以这个 这个东马特尔呢,是特别喜欢跟国际系列银行贷款,他最近这个上任之后,他不是也跟大家说要跟日本贷款吧 是的,是的 他说因为那个很便宜那个利润0.75%的啊,当时我就基本上也跟他打过交道 因为我是在这个国际系列银行,日本国际系列银行刚好在日本东京的时候,对 当然提到这个日本哦,那就不能够呃,不起大老师介绍他在日本完成的这个学术的履历哦 我不知道大老师在日本生活了那么久,而且当初你去日本学习的时候主要是学习哪一些专业呢? 呃,我其实在日本的时候啊,是学习这个啊,这个经济的啊,然后我的博士的时候我是读这个开发政策,所以呢啊,都是都是学习这一块的 所以后来就是结束了日本的学术之旅以后,就就在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呃,银行里面服务吗? 呃,对,其实那个我就是那个四年的大学啊,毕业之后呢,呃,我就直接进去了这个所谓的啊,国际系列银行 这个日本国际系列银行呢,就是日本的政府的啊,一个政策系列银行就是也是向啊,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啊,这个跟亚洲开发银行有什么不同呢? 亚洲开发银行是multilateral,而这个啊,国际,日本国际系列银行属于bilateral,就是国家对国家的,对双边的,那对双边的,然后当时我就啊,毕业了,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进去,进去了那边,而且啊,我也是非常幸运, 我是第一个外国人被拼请进去这个啊,国际系列银行,因为国际系列银行是一个啊,啊,政府政府机构,它是给这个啊,所谓的啊,我们说的财政部跟这个外交部所管的一个啊,政策是银行,嗯,所以我当时就进去那边,然后进去了之后呢,呃,我就在那边工作吧,然后工作的时候我本身啊,就其实晚上也就去上课,拿了一个 设施吧,嗯,啊,我就跟其他人走的路不一样,一般人都是,啊,读完这个学试,然后,或者是工作一两年再回去读这个设施,或者是对吧,对啊,但我呢,就是一边工作晚上跟晚上的时候就啊,啊,啊,工作完毕之后我就去上课了,然后呢,星期六星期天,基本上是也没有休息就去,去,去上课了,就是, 就是,当时就是一边工作,晚上就一边去学习,然后就把那设施读完毕,那这个,博士呢,是怎样呢,是博士因为我本身吧,比较喜欢挑战的人吧,嗯,啊,因为在这个国际协理银行里面,日本国际协理银行里面干活,觉得自己的那个啊,其实已经,说起来在那国际协理银行,今的国际协理银行已经是日本, 日本人觉得是已经蒙住以求的一个很一个很,很高的一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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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一个机构,对,因为啊,要在日本的,比如说东大,东京大学啊,就是京都大学这一些超一流的大学才能进的,嗯,而我进去之后啊,因为我本身是第一个外国人吧,然后我知道这个,啊,我觉得我也是非常满足的,但我这个人吧,但是还年轻吧,我觉得我还能做的更多,啊,所以呢,我想, 挑战自己,所以呢,就是说,啊,啊,啊,我觉得这个双边的,我已经经历了这一段时间之后,我要去这个国际金融机构,对,多变的,对,多变的,对,因为双边跟多变的分别,就是双边的往往带了一点政治的影响,因为是国家对国家吧,对吧,是的,是的,多变的话他就不管了,哈哈,不管政治了,对吧,啊,然后他有自己那一套,当时我就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再一次的提款, 啊,把这个,在挑战自己的能力吧,当然我也是觉得,是时候去多变的时候,多变的经过,国际金融机构去看一下,学习一下吧,嗯,当然如果就看了那个,呃,他们招招人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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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广告一看,哇,全都是要博士的,还有一些比较,像哈佛大学这种比较,啊,高学历的那种,是,啊,这种,这种比较困难吧,因为我有认识一些四行, 世界银行跟这个亚洲开放银行的一些朋友,嗯,所以说,但是我就说,如果要进这种国际金融机构的话,就必须要进秋,对,啊,这个设施,拿到设施,其实还真的不行,然后我们是继续要,要学习博士,啊,回去大学学,学一个博士吧,对,嗯,所以呢,后来我就,啊,三年后,啊,国际金融银行,然后我就,啊,完成之后,我就为了跟挑战自己的, 这个理想的梦想,追求自己的目标,所以我回去,啊,大学拿我的博士,也就是做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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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学术的旅程,而且,而且这个,代老师因为这个工作的,这个要求啊,常年都在国外啊,所以今天代老师给我开的题目呢,原来我们是设想的时候呢,说不要说太硬的话题,打算说一些正能量的,所以今天代老师给我开的题目叫做千山, 万水千岛路,分享大老师28年外国生活的点滴哦,我们稍后休息,回来以后呢,将会让蔡老师给我们展开,他那28年在外国生活的点滴 今天的博士来聊呢,我请到的是一位在海外生活28年的代立民博士啊,是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代老师回到了怡保,我想还是因为这个NCO,让他暂时不能够继续流浪在海外,今天把他请过来呢,就是让他和我们分享他28年在外国生活的点滴哦,所以首先代老师,你是为什么滞留在马来西亚呢? 呃,对,首先呢,我确实是这个20多年啊,还是第一次的就是从一月份到现在9月份了吧,9个月待在马来西亚,这个是挺难得的,哈哈哈,其实我也挺珍惜的,因为因为说实在的,这个每一次我都是匆匆的回来,每一年我回来两次,第一次呢,就是肯定是带爸妈妈出去外国啊,就是旅游的, 第二个目的呢,就是,呃,呃,新年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两,这是这两次,这是一年两次我肯定回来的,那那每次回来呢,都时间都不超过两个星期吧,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 对,转转忙忙,也给很多这个学校邀请去给讲座啊,这个那个很多都没有时间,没有时间陪家人,但这一次呢,确实很感谢啊,啊,我说感激感恩这个是有点不对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这个疫情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经验,嗯,但反而我是一个比较,呃,正能量的人吧,是, 对,对,对方这一次呢,跟组织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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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度的呢,就说这九个月以来我觉得是我也,我也,我也,呃,觉得我就很 对不起我的家长,特别是我母亲吧,所以他呃,这九个月就陪陪着他然后呢,每一天呢呃,早餐、早餐、中餐、晚餐 都在家里,然后做饭给妈妈吃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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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呃,下班的说 上班他自己就跑过去 就是5分钟就到了 很靠近我们家 回去回来的时候我就去宅他 就是也是这9个月还挺感动的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还给我这个母亲 是 你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 难得能够这么长的时间 的确是感恩的一个特别的时段 但是我想要让你开始回忆的了 你在国外28年生活的经验里面 日本应该是你最深刻记忆的一个国度之一 能不能请你谈一谈你在日本的经验 我对我去过20多个国家吧 说实在的 但是这个在日本这一段时间 也就是我最年轻的时候 最年轻的时候 当时是充满活力的那个小一个家伙 就去 然后在那边待待了十多年吧 应该是死一年左右吧 嗯 对我在日本那一段那一段时间呢 就是我觉得啊啊 确实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去日本的话 在那一边呢 是一个很好的人生的训练的一个一个场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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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我怎么说呢 因为确实是我在日本那一段时间 真的不容易啊 哇也挺辛苦的啊 那时候去应该是外汇很高的时候 对话率很高的时候没错 对对啊 对那时是非常非常高的时候 然后呃我去日本的主要目的是 呃不是去跳降落伞 然后是跳飞机 哈哈哈是去留学的 呃但是但是就是这个呃呃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去日本玩 好这个呃这个是因为啊我这个人吧 反正从小的时候就想了一个想了两个事情 就是就是这个人生到的这个世界 其实啊就是人生到底是是什么啊 然后呢我来的这个世界到底是有什么意义 是什么目的来的这个我对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小学六年纪的时候一直在思考 是当时可能是因为家里很穷啊 我妈妈就是是单亲吧 当时啊第一个人就是啊多三分工作工作 然后啊照顾我啊 呃当然你可以想象到就是吃的喝的都没有 都是这亲戚他们给我啊 就是他们吃剩的 或者说有些他们觉得啊 有些人就的衣服啊 什么的孩子们就穿就了就给我们啊就给我 然后我很感恩很感恩他们吧 然后就是我母亲一天做三分工作 就是早上呢他就去帮人做清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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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办公室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啊不是就是9点的时候 他就在一个啊旅行社里面啊 啊做个club吧这个书籍吧 然后到了5点以后呢 他又变变身变成了另外一个就是听 就是去叫人家啊叫补习 所以呢我在这种环境下就是给他啊照顾的就是 所以呢我非常感恩的 所以刚刚我说这个MCO 真的是我非常感恩就是能给我一个9个月来啊 就是回报给啊就是啊妈妈一点点妈妈吧 对对对照顾的妈妈然后我为什么去选择日本呢 我刚才说我就是小的时候经常问自己到底来人生来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为什么我是我你是你 我不能变成你你不能变成我 可能就是因为穷的时候觉得人家什么都有自己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比较向往就是说啊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人这样啊 就是爸妈妈可以带他们去吃KFC啊 麦多诺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就是可能也就是因为穷的 我可能会不会给的化 Agora你知道原因啊 影响到我这种有这种ivi 这种思维吧 所以我一直就在寻找这个真的是这个вой 因为人生吧,反正人生就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我不能把我的全部人生就放在马来西亚生活,我要出去看一看整个世界是怎样的 然后我要找我的那个答案,到底我的人生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这种一直在思考这种问题之下,然后他然后到了高中之后,然后我就想出去外国留学 但当时是家庭非常非常的穷吧,是没有机会的,然后当时呢就是我的那个亲戚他去日本留学 然后当时他就跟我妈妈说日本可以班公读,你知道什么叫班公读吧 我知道,我自己就是班公读的 你是在哪儿班公读的?我在台湾 你在台湾,难怪你的中文说的非常好 然后就对,有班公读这个,这个就是唯一的希望,因为我的亲戚都是去美国啊澳大利啊这种英国你知道对吧 有钱的人,没钱的人就其实我想,我跟我妈说我想去日本留学的时候 然后我妈是没钱嘛,她说没关系,这个怎么样就是教育是很重要的 你要去的话,妈妈一定支持你,她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亲戚借钱吧 嗯,当时呢也有一部分的亲戚说,别去吧,你自己本身也没这个能力,经济能力对吧 不要让妈妈更加辛苦,就去找份工作好好的生活吧,对吧 但是我妈妈也非常坚持,我也非常坚持 因为我就是想找自己的那个人生目标到底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然后呢她就跟了五个亲戚借钱,然后借了一万块 所以我是非常感恩这五个亲戚的,这五个亲戚是我的仪仗啊,我的那个大舅母啊,然后舅舅啊,还有那个表嫂这些吧 还有一个表,这个叫什么呢,我表姐的丈夫叫表姐夫,对,这五个人她们借了我钱,借了我钱一万块,然后 我的仪仗也帮,就是也帮我申请吧,因为需要一个保证人吧,是,要去留学的时候 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有了一个这样的宝贵的这个机会,所以才去了日本 嗯,然后去日本之后,那是只是单程票吧,我是知道的,所谓的one way ticket吧 你真的就是买了one way ticket,就是去到日本,就不成功就不要回来的那种感觉吧 完全就是这种感觉,我完全明白 对,one way ticket吧,对吧,你也明白吧,你也是有很多对吧 我去台湾至少我们的那个飞机票没有去日本的贵,所以还不至于落下这个one way ticket 但是这个戴老师的one way ticket的故事太精彩了,我们要先休息片刻 待会回来说再请戴老师聊一聊,到了日本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日本的经验里面教会了他哪一些人生的真理 今天的博士来聊呢,我请到的一位曾经呢,买下了单程机票one way ticket 不顾一切,要去日本寻找他的人生,寻找他所期待的一种人生的答案 他这个答案呢,在日本他找到了吗?那我就要请问大老师 你去到日本那么多年,有找到了你人生的答案了吗? 又有找到了,但是这也是非常非常的要经过一段很很辛苦去自己去耕耘 然后才理解到啊,原来自己的人生目标是这样啊,真的这个意义是这样的,那我先分析分享一下 刚刚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当然这个去日本留学,呃,您知道这个如果呃,这个语言上没有什么张来的话 这个生活是没问题的,但是去日本的时候反正当时也不会日语的,我去之前就学了几句 RUWA我们拼命的字,然后去到日本的时候,完全就是啊,就是连连连连连连这个要吃饭用的那些字眼也也不会 没错,所以呢,开始的就去日本语学校先学这个日语吧,嗯,但是呢,因为我刚才说的我的这个机票只有one way ticket 所以我就拼了命的,而且因为跟人家借了,亲戚借了一万块,一万块把飞机票买了之后 我们要去这个日语学校也付了他们这个啊,六个月的费用之后呢 嗯,啊,那还有那个出生费完全就把这一万块 常用完了 用完了所以呢,当时呢也是非常心里非常着急吧 钱没了就就很惨对吧 所以我就去那边去早上就是到中午去学习 然后往上就去找工作 然后就在一个这个所谓的那个聚酒吧吧 就是我们的餐馆吧日本的这种餐馆 日本叫聚酒屋我们这边就是一般的餐馆 对对对那边那边就是你知道去那边就是什么工作要干吧 反正肮脏的东西我就要干吧 反正洗碗啊洗碟啊什么什么也都洗的 换言之你就是到日本当马牢就对了啦 对对对反正就那边有什么他们叫我洗什么我都洗什么 今天几百个碟子几百个碗什么都这样洗 是我给洗反正有什么都洗吧 那时候因为语言也不通经常给日本人骂 日本人骂我的时候呢确实也是骂得非常毒吧 那些字虽然我听不懂但是他们的表情吧 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在骂你吧对吧 但是他们的那个这个清静的出来了 脸都红了就知道肯定是在骂 所以他们骂的那些字眼呢也非常的毒 因为我也不知道然后我把这些骂我的字眼群抄起来 然后我去问老师老师日本女学叫做戴立民别学这些字眼 这样自己都是不好的 然后但是当时我就是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不能经常让人家给他们骂 所以当时学校叫日语吧 反正日语学校都是他们想赚钱吧 基本上他就想让学生多待在这学日语学校 比如说一年半或者两年的 你要交学费对吧 你交学费你就赚钱了 那我本身已经钱换用完了 我说我不行 我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离开这个所谓的那个 学校跟那个餐馆 因为餐馆对我来说实在 实在是我就是每天去的时候 我都想到给人家骂我都不敢去 远远看到餐馆的时候 我的那个那个所谓的那个胃里面那个什么 胃倒流所谓的 远远看到就有一个很怕很恐惧 但是没钱都是要去 因为知道经常给人家骂 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就是啊 一个快的方法就是读报纸 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吧 做那个啊我们所谓的那些啊啊 train吧 那个train啊火车什么的啊 我每天要坐火车去上班的吧 就那边很多日本人看的那些漫画是新新闻吧 都丢在那边 然后我就拿回去每天就看这个新闻 这些自己语会啊这些词啊学的特别快 不像这个在那个日本学校那边就很难的 对反正就这样啊 然后就把墙壁自己就是啊 每天只睡3个到4个小时 因为我工作都是啊下午6点到10点10点半左右回到11点多 然后就墙壁自己再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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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吧 然后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果然就是就是确实是挺有用的 然后呢呃我想说的是这个餐馆那边就是他们骂我 那个特别是有个大厨师的骂我呢 骂得很凶骂得我都酷了 嗯我哭的理由不是说给人骂酷的理由 我是在呃当时我是想的就是说我为什么来日本要给他骂 我来到日本的目的不是给他骂的我是来学习的 甚至学习我听不懂他说话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我是心里是很着急 很很很就对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觉得自己很无能吧 反正就是好很无力的样子 所以呢他骂我的时候我是对自己觉得自己呢应该做得更好 不能不能就是受益给他们的 我所谓的中文就不能给他们巧不起 是也就是这个原因我读读那个报纸 然后呢很幸运的我在一年以内就考进了大学 那进了大学之后啊我就学习吧 好的学 但是在成都里面我遇到很多很多很多贵人吧 我想在这儿我就是在日本这段时间学习的整个很感恩吧 这个这两个因为我确实遇到很多很多贵人啊 在我这人生中特别在日本 刚刚我说在马来西亚的亲戚借钱他就是我的贵人 但是来日本之后呢啊我就是啊 有一个故事就是我遇到一个叫啊 西吉内亚 西吉内亚是一个博士 他是一个啊美国的一个博士 这是我在读博的时候吧啊我跳了一下 我那个就说几个比较重要的人吧 这个西吉内亚呢他是美国的一个啊经济学博士 他是全世界公认啊对亚洲呢啊 啊Top5吧对这个经济学经济学 啊当时他对我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我最感恩的是他什么呢 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很出名的经济学国家 他是非常谦虚的 他对每一个学生都很有这个passion去教这些啊啊 教学生啊然后呢他呢啊特别对我好 他觉得他就把我当他的孩子 看这样的一般一般看吧 我就是能进了亚洲开发银行 其实他的功劳也非常大 因为他曾经也是亚洲开发银行 他是他是第一位啊 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啊 经济学经济学博士就是经济学家吧 对啊第一位经济学家就是他 当时我跟你所说的刚才看一场白的时候 我说我想挑战自己 就是在日本国际线银行啊三年过后 我想挑战自己我经博士 我的主要目的是想经多变的国际金融机构 就是世界银行跟亚洲开发银行这种银行 当时我就医到了他 然后呢他呢就写了一篇 也写了一封推荐信吧 那最主要是他推荐我 所以我是当时也是第一位外国人 在日本啊 日本这个啊 因为日本财团给了我一个奖 这个这个奖是一年 一年这个给五个啊 五个人的就是全国选日本 而我是第一个外国人被选上的 啊这个啊 啊所谓的亚洲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奖 当时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呢 啊他反而非常高兴 他说你像我这种人应该要去这种啊 国际金融机构 所以我就跟他啊表白了 其实我是很想去 所以我学博士的主要目的就是这样 而不是在大学里面教科 或者叫做做教授似的 是他写了一封信 然后也就是因为我非常感谢他啊 当时他那一封email之后呢 他就让我啊 我就飞了去亚洲开关银行里面做一个啊 research这个research research的吧 就是一个research 像intern这样的 是啊 后来就是啊 进了亚洲开关银行往后所以呢 他他呢我非常感恩他啊 因为没有他我没有今天 而我为了感恩他啊 他就是2016年去世的时候 我当然当时呢我刚好我太太就怀孕了 啊我去不了他的上里 但是呢我跟他的太太请示 我说我的儿子出生之后啊 我就用这个他的名字啊 就是写几次他的他的他的心思 他的那个名字吧 我说可以不可以 我用我的孩子 我用我这个教授的名字啊啊 啊啊 我就我就我命名为我孩子用这个 教他教授这个名字 他的那个太太呢也非常的非常高兴 他说当然可以 所以我的孩子的英文名字是叫 台西吉啊 这个西吉这个名字呢 是日本人的名字 当初 当然我太太也非常明白啊 非常开通 我跟他解释之后 我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 我非常感恩我这个呃 教授我说没有他 我不会以为我今天在亚洲派放银行 然后我是非常感恩他 我要我的孩子呢啊 啊就是我将来孩子长大 我要跟我的孩子说我这个教授的故事 嗯 然后当时就是那个我妈妈呢 你知道比较古老的人吧 然后把牵手 对吧 对 而且比较传统对吧 对对对对对 哎你为什么会给自己的儿子 取取取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对吧 我的孩子的名字 中文名字叫 代誠字,誠是誠實的誠,誠是誠實的誠,志向大字的誠 對,我跟我媽媽說我的孩子名字叫代誠字 她說你這中文是不是有問題了 代誠字的中文應該代誠字 或者代誠記有多好,會不會跟著一個日本的那個人發音呢? 我說不如這個誠字這個名字是全世界很popular的 就好像Stanley、Steven這樣 欺負老人家沒有去過日本 哎呀這個代誠實在太有趣了 然後就瞞著他,然後他覺得挺奇怪 但我是堅持著我一定要 然後我說這個我的教授是美國人 所以他是美國的名字你不用擔心這個 非常棒的故事,但是因為現在我們要進入新聞時段 然後所以邀請大老師就此先把他這個日本報恩的這個敘述 先暫時暫緩一個段落 休息一片刻回來以後呢 下個小時呢我們繼續有代立民博士 在博士來聊這個節目與我們做客 參聊他28年在外國生活的點滴 今天的博士來聊呢很榮幸我們請到目前在亞洲開發銀行任職的代立民博士 上一個小時的時候呢代老師和我們參談了他在日本的點點滴滴 同時呢代老師是一個非常有正向心理學 或者我們說的就是積極向上的一個生命的這樣的一位老師 他提到他在日本的這個恩人 然後呢把孩子的名字呢 也以他的這個恩人的教授的名字 作為他的那個名字喔 那接下來呢就是除了這位恩人老師之外 在日本還有哪一些老師或者朋友代老師 要繼續向我們闡述他的故事呢 感恩感恩 其實在日本我有很多很多恩人吧 如果要真的把他們的名字一列下來說出來的話 可能這一整天我都說不完 確實是太多日本人對我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我就說在日本那段時間 他們就是把我當著很難的就是能進日本的世界裡面 他們就把我當著他們的兒子 因為你看日本人表面看起來非常有禮貌 但是你要進去他們那個日本的世界是很難的 非常不容易 日本人其實在很多這個所謂的外國人生活的 國度裡面的日本人其實呢 日本人其實呢不是一個很受歡迎 或者是一個很容易融入的一個社區的 非常不容易的 對對對 對 所以呢我是非常非常的幸運 而且簡單的說我在大學這個博士畢業的時候 當時 當時呢這個日本的社會很多名人吧 整百人為了清楚我拿到這個博士 他們在一個五星級的一個酒店開了一個 就是慶祝會 特意為我們開了一個慶祝會 當時還來了很這個這個日本的外交部長的 他的他的氣勢也來了 然後大學教授還有社會上有名的人士都出席了 然後非常非常感動 當時不能說的一句話 他說 就算是日本孩子 他們拿到博士 我們也不會像他 戴利民這樣 開一個在五星級的酒店裡面 開一個慶祝會 就給他們做整百人出席 而且電視臺也來了 但是我都是真的收落金 所以說如果我要感恩的話 真的我說我要非常感恩日本的社會吧 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平台 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學習的機會 而且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 那一段時間雖然是開始的非常苦 但是接下來到博士的時候呢 我真的一分錢也沒交 都是日本政府給我的錢 都是這個拿了獎學金的錢 所以我對他們是非常非常感恩 那我現在想說一下 就是那個為什麼我會跟中國借緣了吧 就是其實在在這個班共讀的這個過程中吧 我還是雖然我拿著講學生 在日本政府給我講學生 我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人吧 就是小的時候都是 省吃 省吃 省喝 慣了 可能這變成了一個習慣吧 但是我在大學學生的時候 我也是在餐館 餐館煮飯吧 煮菜 當廚師啦 不再洗碗了哈 提升了提升了 這個馬勞提升了不一樣了 對 因為我是非常 非常 就是我是不認數的人 我開始的時候也是在餐館裡面洗碗 後來我就去學習怎麼樣 跟那個日本廚師就是學習的那個怎麼樣 因為他們忙的時候他需要幫我 就從廚房在洗碗的地方去幫他們 然後幫他們學習了他們那個做菜的手藝 你知道日本人已經幫他的話 他覺得你還可以的話他就教你 後來我就在那邊 從一個洗碗的一個小家伙 我就馬流到了變成一個廚師吧 辦一個廚師吧 然後我就那邊每個 就是也是大學就是 下課之後還是去工作吧 就是辦公室習慣了吧 我這個人不能停下來吧 反正有的時間 那邊其他學生大學女生 都是去唱KR什麼去玩的 我沒有吧 我就繼續去打工 然後我打工賺來的錢 那就是一個就是每個月賺了6萬塊 大概是3千塊吧 3千塊馬幣吧 當時的費率 那3千塊馬幣 其實我有一半的錢我就足夠了 因為我本身已經有一部分 政府給我的獎學金 所以我把我其他的一部分的錢 那就省下來了 當然剛才我所說的 我跟很多人就是親戚他們 這個借錢來留學對吧 但是我們把那些錢 賺的錢還給了他們 大學第一年的時候 就還了給他們吧 是 然後手上有了一點錢了 我又不會就是 不喜歡花錢的人吧 然後我就有一次有一個紀元 我參加了一個一個NGO 日本的NGO 是 旗三會吧 然後我就去了那邊看到他們做的是什麼 他們就是在這個中國的貧窮的地區 就是建學校 建學校 當時我就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而且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能來日本留學 有這樣的機會 是因為我的親戚給我的一個這樣的機緣 但是我錢是還了給他們 但是我說他們給我的機會 不能只是停留在我身上 他的這個機會 我應該把讓給其他人 所以我有這樣的一種哲學的思想吧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能停留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想他們給我的機會 也給其他人給這些貧窮的孩子 但是就是通過這個NGO之後 我認識到中國還有三千萬 當時的時候 95年96年的時候 還有三千萬的孩子吧 就在中國 平均去 都是碩水的 沒有去沒有機會上學 而且這一班NGO就是把去 他就是去把那個 建那個學校給他們 當時學校也非常爛 也不夠 所以他們就去捐學校 我成為了會員之後 我每個月我都給他們2萬 2萬這個日元吧 就是200美元 800塊 700到800塊每個月吧 就把我從這個餐館裡 做廚師的一半的錢 就捐了給他們 見效吧 然後其實 其實那個NGO是一個會員制吧 一年他只需要交350塊 但是我這個人呢 曾經病 每個月我都交700塊給他們 然後這個理事長 這個NGO理事長 覺得我是這個富二代 說我們這個 我們的會員制一年捐一次就行了 會員費就給350塊 他說你每個月給我們700塊 但是你是非常有錢的 我說不是 我是班公讀的 但是我在那個餐館打工的 我覺得這個錢我不需要 我就捐給孩子們 讓孩子們就是有一個好的學校 去見效吧 是 當時那個整個NGO全是日本人 我是第一個外國人 他們都加帶了 對他們重金了 對 後來這個我一直在幹 一年之後 我有一個中國學生 他說 我的一個前輩 他說 小太太你別進堂 就是去捐學校 他說我那個區 我是一個貧窮區那邊 很多孩子都不能上學 你能不能捐給他們呢 就是他那一句話 我就相信了 所以我就去了中國 我自己坐了兩船 就是當時那個船 是貨船 我坐了三天三夜 到了秋島 山洞那個地區 我就去那邊 看了一下情況 確實是非常落後的一個地方 都是一個山區吧 孩子們沒有機會上課 就是平衡的孩子沒有機會上課 然後我實際上 就想起了我自己過去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把我這個親戚 給我這個恩情吧 這個機會讓給他們 所以當時我就經過了一個政府的幫忙 我剛才我說那個前輩的 他的朋友的幫忙 現在穿著影線 所以我就在中國這個山東 焦州市董城裡面 成立一個戴利民獎學金 那就是這個獎學金 是我每一個月 就資助60個孩子 所以我在這個餐館 你看來這個所謂的一半的錢 就是三萬塊 就是七百多塊吧 馬匹吧 我不是捐給的 除了兼校之外 我自己也成立了一個獎學金 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我跟中國結緣了 那這個獎學金呢 就一直 到了200 我是1997年開始的 然後這個獎學金 就一直到2009年 然後當時候中國就強大起來了 然後這個獎學金呢 我們就把它搬去 就是給柬埔寨跟夜南的孩子了 現在是在夜南 孩子還在繼續 然後呢 我就自己本身也在馬來西亞 也在設立另外一個獎學金 到目前為止 就是我手上創入的獎學金 有四個獎學金 所以我這個獎學金 就是有2000到3000的孩子 從這個中國啊 柬埔寨啊 還有這個 這個越南跟馬來西亞收賄的獎學金 嗯 所以這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因為我那個 他們 我的親戚給我這個 種了這個 種子 種子 現在已經 不但是開花結果 還變成了綠樹成蔭 我就是給了他們 孩子們一個機會 讓他們完成學校 就是上學吧 所以這個是一直 就是一個 到現在為什麼 還是一個 一個 對 像大老師你這個獎學金 後來都是你自己一個人 在獨立支持嗎 不是不是 我剛開始的是自己獨立支持的 當時我說剛才是就是開始 1997年就是從這個餐館裡面賺的錢 然後呢 到了1999到2000年的時候 當時我的那個大學有個教授 他對我非常的不爽的 剛才我跟你說 西吉納雅對我最爽的 但這個叫明錢能對我不爽 他為什麼對我不爽呢 因為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就去搞這種 租學幫中國孩子上學 他從外面的人聽到了 他說人家跟他說 那人我在那個 大學 你知道大學這個生活 這個圈子也非常小吧 對吧 他聽到了 對 他聽到了有人說你的學生 這個明天好像你的學生 在中國呢 搞這個獎學金了 他說沒可能 他說這個是貧窮的 這來班共讀的孩子 人家跟他說 不不真的是 後來他很不爽 因為不是我跟他說的 是他聽回來的 他聽回來 他就問我 他說你在 你在來日本是搞什麼的 來這個 是什麼目的 我說來留學 當你來留學的話 你在怎麼在中國 什麼什麼搞這些 我說這個是犯罪的嗎 有沒有問題呢 他說 嗯 看起來是沒問題 我說為什麼你不能生氣呢 我說我問他 我的成績很差嗎 嗯 不差你的成績也是非常好 他說那什麼原因呢 後來我知道什麼原因了 啊 就是我 當我畢業了之後 我剛才跟你說 1999年 是 我當工作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了句話 他說 戴立民 你能不能 把你的獎學金 讓給我做理事長 哦 原來是這個意思 我明白了 但是是我一個人做吧 他說他要成立一個NGO 你讓我做理事長 我說 當然 我說我紅薯槍讓你做理事長 沒問題 我陪你 我只做個會員就行了 他說 不用 不行 那我做理事長 你做理事 我們把這個搞大 然後呢 也因為他是教授吧 然後就是經過他的簽證引線了 然後那個基金會就變成了一個 整200多人的一個會員了 因為他的學生全部參加 原來是有這樣的一個機緣 但是我們還是要稍微再休息了 因為戴老師的畫甲子一打開以後呢 故事串著故事 聽著聽著聽著 我們都還是需要喘一口氣 先休息片刻 待會回來之後 我們再繼續聽戴老師 和我們威威道來 他在國外的生活的點滴 博士來聊呢 戴老師呢 帶我們走過日本 也告訴了我們他在日本的經歷 而且非常的難得戴老師 因為親戚的協助 使得他完成了他留學日本的夢 他也把這樣的一個心願呢 擴大成為這樣一個獎學金的設立 長期以來都在資助這些貧困的地區 的學生們繼續就學 但我們知道戴老師的步伐 不僅只是停留在日本 他也踏入了其他很多的國家 而且原來呢 在我們設計裡面呢 戴老師有提到說 要談一談他在南亞國家的經歷 所以到了南亞國家 戴老師 但是你在那邊又得到了哪一些人生的啟發呢 對 去南亞這個國家呢 其實也就是我的工作上的需要 然後我當時就是負責就是 七個國家吧 七個國家包括就是 印度 東加拉 尼泊爾 烏丹 還有這個 蘭卡 還有 當時是還有巴基斯坦阿富汗吧 這些國家我都要就是 經常飛去就是給一些 給所謂的政府 一些政策性的提議 然後呢 沒錯 然後呢就幫他們就是 搞這些國家計畫 而且國家計畫裡面如果需要什麼項目的話 我們不貸款 然後我們也會給正款 而且我們也會搞這個政策行政的改革 還有給他們這個 提升他們這個 這個能力吧 所以我就是非常幸運的 說幸運的其實也是不幸運吧 因為很多這個 這些國家 都不是一般人想去的 都是發展中國家 而且有些還是落後國家 而且你去的這個地區還不太穩定 還不太安定 還有一些內戰跟戰亂的問題 對對 那我先說幾個比較 有些印象的吧 就是說 這些你所說的就是比較 政治也不安定 而且也是有一些國家 剛戰爭剛亡帝了 那我先說一下這個 政治不安定的一些國家吧 就比如說 我去了這個巴基斯坦吧 巴基斯坦跟阿富汗這些國家 當時這個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時候 然後好像2001年美國就是 攻擊了這個阿富汗 就是那個 這個 extremist 就是塔利班他們的這個對吧 對 然後美國派了很多軍隊過去 就是把整個國家弄得亂七八糟的 當時我就是 我是想去阿富汗的 當時呢 要去阿富汗的飛機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是從巴基斯坦過去的 因為巴基斯坦2005吧 但是那時候 也是非常的就是 感覺到就是 不安全吧 反正我們去的時候 還會聽到一些 就是槍聲啊 這些比較不安全 而且很多軍隊 都在把握著我們去 我們主要去阿富汗的這個 這個 這個邊境跟巴基斯坦邊境 是就希望那邊 因為這個阿富汗給 整個國家都不曾經做 很多難民吧 很多難民呢 他們就 跑過了這個巴基斯坦的邊界 那個邊界很多這個 難民營 就收輪他們 我們呢 就是想在這個邊界裡面 把他們那個生活環境 一些基礎設施改善 讓他們的生活呢 比較 比較安定下來 所以這主要目的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 當時就是也見了很多 所謂的塔利班吧 其實很多人對這個塔利班的那個 理解就是那種extremist對吧 對 基金分子 對 基金分子 但其實不是 塔利班只是一個民族吧 這是回教的一個民族 但是他們 比較是少數民族吧 反正就是說 如果少數民族你壓 壓抑他們太久的話 他們就會反抗了 這個每一個國家 我看歷史都是同樣的一個情況 沒錯 所以他們只是一個 一個民族 然後他們也對我很好 我們美國一個省 美國一個省 那些塔利班呢 都來跟我們聊天 就是我們也告訴他們 我們來的目的是什麼 他們也非常歡迎 然後 我看到的這些男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 看見這些男民 我看到的這些男民 就是他們過邊境 從阿富汗過巴基斯坦的時候 他的臉 他的臉 臉 面容吧 完全就是像我們所說的那種 就是這種死人的樣子 對 前途茫茫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對 完全就是像 就是 行私走路 這句話 是 完全臉上是沒有表情的 而且他們的這個生活 生活 狀況環境也非常差 是 當時就是 就是 去這個地方為了 做這個項目 然後 所以 見到的是很多 就是 低於一半的生活吧 低於一半的生活 嗯 然後 想說一下就是 比如說 還有其他國家我去的 啊 比較我 比較讓我 啊 留下印象的就是 還有一個就是 尼泊爾吧 尼泊爾 是 尼泊爾是2005年我去的時候 嗯 當時啊 也是為了幫助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也是前發達吧 很多是我們都 啊 要幫這個國家幫忙 把他們五年計劃做上來 然後 把一些項目 看看我們亞航 或是四航可以貸款的 啊 你就去過去幫忙 當時我去的時候 也是可能是2005年 大概左右吧 當時有一個國王 從前尼泊爾有一個國王 當時那個國王叫 我記得的話叫 迦南德拉 這迦南德拉 就是尼泊爾的最後一個國王 那發生什麼事呢 當時我去的時候 現場的時候 本來我是想去那個 項目的現場去看的 嗯 我就坐在車裡面 然後他們那個項目辦的人 就帶我們去 然後呢 忽然間去到 走到一半路的時候 我們就 我就忽然感覺到不對勁了 因為為什麼呢 嗯 我們我在路上 看了很多兵隊 我也看到這個坦克車 我也看到這個 一大堆那些軍人 就在拿著槍 就在走著了 就是 整個這樣戒嚴這個情況了 嗯 當時呢 那個車夫呢 就開收音機了 我聽不懂他本地話吧 然後那個那個那個車夫說 嗯 四太我們要回hotel hotel 我說 不是去 hotel 我要去 project side 他說 要去 hotel 是 然後那就是戒嚴了 那整個國家就給封掉了 這是為什麼呢 就是那個國王呢 把這個 cabinet 國會 給解散了 然後他就是 就是宣布這個戒嚴 然後我當時的情況就是 飛機也不能降落 就是我們要去機場離開這個國家也飛不了 因為他不讓任何一輛飛機 降落在他們的那個 就是機場 所以我們就是 被關在這個酒店裡面 一個星期就是交天不應 交迪布林的認識 開那個電視就只有那個國王的樣子 一直在說那些廢話 也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但是為了拿著這個情報的話 當時我們也找到了有CNN BBC跟我們住在同一個酒店裡面 他們那星期就是從他們的手上傳來的 我們就在那邊灌了一個星期 當時想了很多很多辦法 就是怎麼樣逃離這個國家 跑去更英國 當時就也就是很多 但是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就是一直在待著吧 公司也聯絡了我們叫我們Pation Pation 叫做安全 就是後來一個星期後 我們給就是一個泰國的航空 給允許降落了 當時我們就優先的給安排 就上飛機 所以這些國家也非常不安定 但這種不安定的話 就學習得到就是 勘偷了這個人生吧 就是這個所謂的 當然我剛才所說的那個 那你現在看你的國家那個爭辯 對吧 這個對於我的人生觀來說 確實是讓我看透了很多東西 這個是一個尼泊爾 但我也說說一下 在尼泊爾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尼泊爾吧 他曾經地震我2015年 當時我也過去就是糾災吧 也是因為公司的原因 當時候除了這個地震 我們過去幫忙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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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這個整個 這個國家的時候 當時我也做了一個事就是 把這個農村道路連接起來 這個因為這個農村道路 都很爛吧 這個因為很多他們那個 農業物吧 因為沒有路的原因 就很難就是把自己生產的物 拿到去就是即時到 送去這個市場 市場售賣 對 不然的話一下子就腐爛了 然後在這個情況下 當時我有一個項目呢 是就是把這個 東西大道 東西大道是唯一一個這個 活道吧 就是我們所謂的highway 一個項目就是要把這個連起來 把整個國家就是 東邊跟西邊連接起來 希望這個經濟 帶給經濟效益吧 當時這個項目 除了這個項目之內 其實我在這個項目裡面 私底下 還選放了一條路 這個路是什麼路呢 這個路是這個 佛陀之路 是 這個佛陀之路是什麼呢 這個 其實這個我看到 因為 佛教吧 我們是拜神的 那我不是那種非常非常的佛教的人 我就跟講 拜神我就拜神 我 跟這個覺得呢 我來了來了 來了尼泊爾 除了幫助國家之外 我覺得這個我對尼泊爾也非常有緣分 這怎麼說呢 因為剛我做這個項目的時候 我才知道其實佛陀 他出生是尼泊爾 是 您知道嗎 很多人以為知道是印度 其實不是 他是尼泊爾出生的 當時那個地方 我就去了那個地方 我就覺得那個地方 身為一個佛陀佛教的聖地啊 他們那個路實在太爛了 我去的那個佛陀出生那個地方 他們那個 那邊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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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就不像一個聖地 聖地的話 肯定是有很多人 這個佛教的人去拜朝聖的對吧 對 但是路實在太爛了 然後我就從我的項目裡面 啊 向政府提議了一件事情 我說政府 我說這個是東西大道 這個highway 我幫你做沒關係 我說我看了另外有一條路挺好的 可以就是因為這條路 我覺得可以 幫你們改善這個tourism 嗯 旅遊還有呢 因為他那個 他是一個國 跟這個印度這個 很接近的一個地方 我說除了旅遊之外 你還可以增加這個貿易 如果把這條路連接成到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邊境那個口那邊 但是我錯了跟他說 就是文秉泊爾這條路 然後政府說 Mr. Dai 對不起 這個路不是我們 這條路裡面最重要的 啊 政策道路 就是一個戰略性的道路 這個路不是在全國裡面最重要的路 嗯 我當時跟他說了一句話 我說 我現在我手上有一個億美元 是做這個東西大道的 但是我說你把這個倫比尼這個佛陀之路 放進去 我多給你8500萬 嗯 就是一億8500萬 當時政府都傻了 他說政府說 然後戴利民 如果我們要把這一條佛陀之路放進去 我們要回去國會 還要經過國會的審批 所以就要6個月了 然後我跟他說 那如果我加這8500萬給你 多加8500萬 就一億8500萬 你願意不願意嗎 他一清這個多了這個8500萬 他們的臉色就變了 就是跟剛才還拒絕說 不行不行 很浪費時間要回國會 而且這條路不勝出 一清這個8500萬 他說 你們等我 你等我三個月 哈哈哈 你們等我三個月 結果呢 我真的等了他們三個月 三個月之後他們打電話 發Email給我們 他說 我們已經把這個佛陀之路 變成了現在 國家裡面 檢補條最重要的其中一條路了 把它列入那個戰略 戰略的那個重要的那個鋪路的那個工程裡面了 這個丹老師的這個經歷實在是太有意思了 想不到你還在自己行有餘律之餘 然後還能夠為這個佛教的這個 尤其是佛陀誕生地那裡呢 把那條路給修好 太難得了 但是還是要稍多休息 最後一段回來的時候呢 就要請大老師去國28年以後 然後回到馬來西亞有9個月的時間 我想在這9個月裡面除了就是侍奉母親之外 大老師也應該對馬來西亞的一些當下的狀況呢 有一些沉澱有一些思考 帶我回來以後呢 再請大老師和我們息息到來 承認工作的一位專業人士 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在國28年的這個生活經驗裡面呢 不但是他行走的道路裡面呢 到處行善積德之外 他也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積累了很多人生的智慧 當然這些人生的智慧 在最近的9個月 因為MCO的階段 讓他可以長時間的呆在 儀保他的老家這裡 我想這9個月 其實我每一次回來馬來西亞的話吧 我都是非常非常的高興 覺得很欣慰而且很幸福的 主要是我在這個 飛機還沒降落到這個機場 我在天空往下看 看到馬來西亞就是綠色的一片 而且我去其他的國家都是光吐吐的 很多國家我在飛機上一看下來 完全都是死沉沉的 但是我還來馬來西亞 這個在飛機上一摸下來 我就感覺非常幸福度非常非常的高 我回來馬來西亞 確實是也是感覺到 其實馬來西亞這個國家實在是太幸福了 因為我這個28年跑過了這20多個國家 而且去的都是發展中國家 見過了他們那裡的生活 回來馬來西亞 我們確實是非常感恩 馬來西亞這個國土能給予我們 這個很好的生活環境 而且生活費也非常便宜 而且經常到處都可以看到綠色 而且馬來西亞人口也不多 也不容易湧集 還有很多空間可以去發展 你說要去山 我們就有雲頂要去 還有金馬輪這些山對吧 要去海灘 就有很多海灘 屬不近的海灘 是的 所以馬來西亞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幸福的國家 只要我們把這個資源公平的分配給分配 我覺得馬來西亞是一個非常好的國家 當然我也聽了很多人跟我說 馬來西亞這個不好那個吧 那我也是能理解 因為有些人他們畢竟在一直在待在馬來西亞生活 沒有感覺到在其他國家那種辛苦 有些人其他國家要電也沒有電 要水也沒有水 最主要喝乾淨水也沒有機會喝乾淨水 對吧都是打地下水來喝 這個東西如果食物也這個非常不衛生 如果我對馬來西亞的情況來說 說實在的 馬來西亞就是停頓在 說經濟開發裡面 經濟發展裡面 其實馬來西亞呢 我們說這個開發裡面 我們有五個階段吧 說實在的 就是第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這個 就是農業第一產業的 Priorly Acry Culture 是這個 這個階段 反正第二個階段 就是我們說這個 很簡單的一些 Manufacturing 這個東西 但第三個階段呢 就是說我們這個 Supply Chain Manufacturing 有那個中小企業 有這個FDI 就現在馬來西亞 那其實還是停在第三個階段裡面 現在泰國啊 越南都差不多跟 也跟馬來西亞差不多一樣了 而且因為他們那邊人口大 人口多 所以呢 當然那個FDI 他們可能去那邊便宜 對吧 而且那個 有這個市場 我們呢 就是其實呢 我也希望馬來西亞 能從這個第三 這個Stage裡面呢 能提升到第四個Stage 我剛剛所說的 這個開發 開發 開發在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 第四個Stage 就是所謂的那種 High Tech 這種Industrial Services 就像我比例說 有一些國家 像這個韓國 韓國啊 新加坡這些國家 現在他們都是在那個Stage 4了 當然Supply Chain 就是我們所說的 新經國家 都是那所謂的的知識 跟這個有那個Innovation 這種Economics吧 是 特別是像美國啊 日本啊 還有很多這個OECD 這方 就是新經國家 是 所以那馬來西亞停留在 第三個Stage 很久很久了 我覺得那 十五年 十五二十年就停了那邊 一直就像 就像 沒有前進那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啊 我們應該多啊 啊 要成為這個Stage 4的時候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多 多多就是改善這四方面吧 第一個方面就是要有這種 啊 這個Economics 這個有Incentive 或是要有一個 Bestitute這種要改革吧 就是比較效率高 就是這種這種 比較有啊 這個Incentify這種 Economics吧 然後第二個最主要還是我覺得 啊 這個Education 跟這個我們的Skillset吧 而且我覺得我們的 這個教育 這個制度吧 體制都是停留在從前的 沒有一個向前的 是 這個這個這個 現在這種教育 而且那個Skillset 還是從前的Skillset吧 是 像這種Skills 我們應該就是 Lifetime Learning 這種Skills 應該是 我們一定要推 這個國家應該要推進這個 要多鼓勵這個 然後就是我們這個啊 啊 要有一個有效率的Information 跟那個 Communification 的Technology吧 剛才你看 我們的那個網絡是 實在是太差了 實在是太差了 我們還用各種各樣不同的方式來交談 實在是太太亂愧了 對 然後最後一個還是啊 我們在這個R&D那邊做的不夠 所以呢 我們R&D做不過呢 我們那個Innovation這一塊啊 都是沒有什麼大的Innovation出來的 都是抄的 我們的東西對吧 是 看說一下馬來西亞 能真的做了一些特別的Innovation出來嗎 我真的想不到啊 你說韓國什麼的 你想韓國至少有那個Samsung的電話 什麼什麼的對吧 對 馬來西亞啊 馬來西亞中油啊 都是這種 都是原產品啊 對原產品 所以我說這個在R&D那邊啊 啊 我記得這個 這個 這種像Corea啊 新加坡 他們那個 放R&D的時候 超過5% 6%左右的GDP放進去的 我們來西亞都非常非常 好像1%都沒有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R&D的話 我們能怎麼樣 能找到一些新的Innovation的東西出來 沒有 而且我們的那個Education 還是同樣的 不 就是不改善 我們的Skill Set 也是從前那種Skill Set 你看看 我們怎麼樣能去第4個Stage 不要說我們第4個Stage 可能我們還是停留在第3個Stage 所以呢 我對馬來西亞來說呢 確實是我希望 大家對這國家是一個非常好的國家 但是我們也要希望就是 能從第3個Stage 跑去提升到第4個Stage 我們不要說第5個Stage 先學習韓國啊 新加坡這些 第4個 一些活動 這是我對馬來西亞的一些期待 當然我說這一番話 可能 可能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但是我是真心的希望 我這個國家 馬來西亞 確實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國家 非常好的國家 比起我去過那20多個國家 真的沒有辦法去比較 是 感謝大老師今天跟我們談了那麼多 我其實希望還有機會再訪問大老師 因為大老師的這個服務的機構 亞洲開發銀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國際機構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呢 因為大老師可能又要離開馬來西亞 又要到國外去工作了 我不知道他在國外工作的時候 我還能不能夠借助這個科技的方便 再跟大老師對談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大老師 能夠再上我們的節目 和我們談一談 你在國外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也能和我們談一談 這個亞洲開發銀行的一些發展的企劃 或者是它的一個機構的建制 那我想對於我們的聽眾的話 都會有更多的注意 感謝大老師 感謝那沒問題當然 因為我這一次回去北京 我是27號 9月27號回去吧 所以回去之後呢 這肯定是因為疫情的情況 所以回來的時間就 機會就比較少了 暫時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利用這個科技上的這個 便利 對這便利 沒問題的 如果你還想聽我一些傻傻的故事啊 就是一些 就是給人欺負啊 然後啊 這些的話 我還是聽 還是 還是有挺多的 我們還可以進去溝通 對於多交流吧 好 謝謝老師 再會 感恩 拜拜